今天开始我们讲动物世界 你这个是不是跑题了 没有 第一个 这是自然 自然界 讲的是自然科学 那我们前面 主要说的跟人有关的 日常生活 那是人文科学 其实不管哪一个 只要它研究得深 最终都要回归自然 跟自然这个大道是一体 现在的人们 比起古代的 反而不如 以前古代 虽然说科学 整体上比较落后 但是那个时候的 天人相应 那种 风生水起的搭建 各个方面 包括一些 建造 跟 它的技巧 技术性 到现在科学 还是无法解释 这个我们不一意列举 太多了 反而 自然科学 还是自然 那人文就差得 很远了 人越来越糊涂 反而动物越来越聪明 那自然界 你有动物 没有植物 那动物 可能 更活泼 更有吸引力一点 我们就 先讲它 现在的科学 认知的 这个动物 就是门纲目 科书种 这个甚至我们 小学初中都学过 是这样来分类的 但是 在古代 我们讲 艺学 艺像 它这种动物 像什么 长那样的像 生活习性像 身子矫节 比如下节课 我们要讲的 老鼠分成三种 老鼠 燕子和蝙蝠 有什么关系呢 那在古人 他就 认为 这个都属于老鼠 这是一种看法 就是说 这个老鼠年 出生的 这个三种 那这样算下来 12个年 就是36生肖 这是印度的 古印度的一种 传法 当然在后来 中国 很早的时候 也在这样运用 在梁朝 在随朝 五行大义 这些都是 非常经典的书 在这样传下来 那个时候 也是风靡 比现在的星座 一点都不差 只不过 它是按年份来分 那星座是按月 这么一套 那说起生肖呢 中国讲 12生肖 我们讲这个 跟医学 有关系 第一 它是自然大道 第二 这个生肖 就是天安地支 当中的地支 十二地支 那自然是 相应的 跟这些地支 就有这些生肖的特性 那这些动物 就像这些 各个方面 综合属性 那生肖 不仅在中国有 国外也都有 只不过呢 我们中国中途 还是以中国为中心 向外 成这种放射状 尤其亚欧 然后再延伸到 这个 甚至非洲 美洲 但是这种文化 会越来越少 所以说整体 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 你像国外的话 亚欧就多一点 尤其亚洲 他们很多地方 有的 大多数12个 也有八个生肖 那就分类方法不一样 当然每个生肖 不是中国的 意义对应的 还有其他动物 更有趣的 你比如说 还有金甲虫 什么东西 史克拉昂 还有鼠这个的